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4年发生的快火灵事件 又称青龙刀事件 正是这个事件让人民见识到了 歌舞伎町的国际化程度 和日渐崛起的华人势力 那时华人开的俱乐部 如同雨后春省般出现 逐渐取代了韩国人开的俱乐部 在歌舞伎町占领了一席之地 随着这一转变 歌舞伎町里乃至大陆的中国人 也连连提着 留学生活不顺利的不良少年 纷纷来到这里求生 华人之间的内部斗争 随着开始 1994年8月的一天晚上 在区政府路后街上的中餐馆 吃饭的北京帮派 被上海帮派袭击 导致两人死亡 一人中伤 那间餐馆是一间 名为快火灵的北京人开的饭馆 因此这个事件又被称为快火灵事件 快火灵事件 之所以在日本社会产生的巨大反响 原因有两个 一是转凶器与三国演义里 关于使用的那把青龙夜跃刀 有惊人的相识 二是此事颠覆了日本 对中国人的影响 一夜之间他们发现 日本已经涌入了这么多的中国人 并且已经达到了结党隐私 暴力相向的程度 快火灵事件发生的那天 我正好带着韩国的KBS电视台 和日本的TBS电视台 在歌舞集定做采访 那段时间 因为歌舞集定发生了很多的犯罪事件 例如上海人做假签证 事发之类的 引起了日本媒体的骚动 他们找到我 说想采访歌舞集定 但他们摸不透这里的复杂情况 所以拜托我为他们引路 我正带着这两个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走到快火灵门口的附近 就撞到了杀人事件 一个刚被倒捅死的人 就倒在地上 横在我眼前 其实后来破案的结果 并没有什么脑补的帮派尸杀的传奇 按照日本媒体公布的情况 案件的凶手不是什么职业杀手 只是一个背负巨额负债的普通人 他通过以福建的犯罪组织舍头 非法潜入了日本境内 我在这里也要纠正一下 日本媒体把凶器描述从青龙夜夜刀 其实这个说法过于夸张 就是一把稍微有点长的刀而已 警察跟我说过 案件发生的时候是夏天 这个凶手把刀藏在了袖子里 一路走到了快活力部口 要真的青龙夜夜刀的话 怎么可能放在袖子里面去呢 这个案件呢 总结起来就是上海帮买凶杀人 他们找到了一个从福建来的投毒客 派他去杀人 那是一个砍人很容易的时代 十万日元就可以要一条手臂 二十万日元就可以要一条腿 一百万日元就可以要一条命 都是明码标价的 一个团伙就在他 这个酒店就是我的地盘 只能我在这发销卡片 另一个人来就光机光机 就给你剁手剁脚 然后是 怎么叫剁手剁脚 给你砍了你啊 真砍 偷露一句 这个凶手到今天也没抓到 因为他是偷渡来的 没有在日本入境摁过指纹 日本警方至今也查不到他是谁 宽魂灵事件也就成了一张破不了的悬案 当时的日本警方或者说日本大众已经注意到了 这起恶性事件的背后是上海帮和北京帮在歌舞基金展开的斗争 当时的日本媒体关于这个事件的原因 有说是麻将赌博的纠纷 有说是便当店的利益争夺 总而言之 本质就是关于华人间的黑暗权力的争夺 所以在当时日本人形成的一种印象 歌舞基金就等于华人帮派 我在上一期节目里面也讲到过后来陆续上映的电影 《补业城》和《新宿事件》就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象 最近核心坡里来的中国人也有百败的事实 对于这一现象的背景 日本媒体有一种分析 1972年的日中正常化交流后 日本政府在1983年宣布了 接受10万名中国留学生的计划 结果以留学生为名义的中国女性 汇集在歌舞基厅的中国人俱乐部 现在在歌舞基厅从事各种行业的中国人 总数超过5000人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复日的留学生和旧学生 东京是全世界消费最高的城市之一 拿学生签证所能找到的工作 一般薪水都很低 为了维持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 而又不想辛苦打工 从事风俗业就成了一些女孩子 当然的选择 因为当时这些女性当中 又是以上海女性最多 随之又带来了大量的上海男性 因此上海帮也形成了歌舞基金最大的势力 除了报复杀人事件 这个时期的华人帮派 还组织了各自的盗窃团伙 不止去宣言东京 在全日本范团内进行盗窃 他们甚至还发明了自己的专门用来撬锁的特殊机器 当时的歌舞基金有一栋大楼 甚至会定期举行小偷市场 日语叫多罗波178 出售中国女性喜欢的名牌包和金首饰 当然了全部都是帮派成员偷来的 照顾的偷 这款是最火的 博安市场价 两成 这些东西都是贼赃 那些东南亚跑当棒的都来这买货 有些客人有时候还下叮当 偷的难度越高 给的价钱就越高 这个小偷市场很有名 可见当时歌舞基金的中国人 多么猖狂 多么名摩张大 快火林事件是歌舞基金的第一个转折点 第二个转折点 则是2002年发生的巴黎人事件 2002年9月27号晚上 位于区政府路上的著名建筑物丰林会馆 一楼的巴黎人咖啡馆里 日本帮派的两个桶 被中国帮派成员袭击 造成一死一伤 这是一个想在歌舞基金扩大势力的中国帮派 针对歌舞基金之王的日本帮派而引发的枪击事件 那之后的几个月里 歌舞基金一直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 各个日本帮派开始打破阻止这些团结在一起 射杀中国人 一些射案的中国人 有三万人 一万人 災厚 一万人 暴力団幹部が射殺された時 近くに李さんは言いた 犯人は捕まったが その後 血なまぐさい対立が続く 当時的新聞報道中 日本媒体用的是 中国帮派對日本帮派這個標題來吸引人關注 但據我所知 這次事件並非地盤之爭 導火索說起來很無聊 就是在韓國卡拉OK 因為唱歌的先後瞬息而引發著口角之爭 為了對中國帮派勢力的侵略進行警告 日本黑幫綁架了東北幫老大的專用司機 最終這個司機在全身挨了十多刀後 死血過度死亡 屍體扔在了新宿下了河的路邊 被人發現 這個事情我也知道一些類型 這個東北幫的老大叫 在巴黎人事件之前 就因為捅死了人 早已跑回了中國 而這個司機是個殘留孤兒 日文名叫熊谷 老大跑路以後 他還留在日本 所以日本黑幫把他綁架了 我跟熊谷還打過幾次交道 雖然沒有很深入 但他這個人很溫和 知道我在歌舞集定混的時間長 看到我也很尊重 不像其他那些粗暴的小流氓 2002年我出書的時候 我還給了他一本簽名書 2003年巡谷時候 警方在他的家裡搜出了那本我的簽名書 然後警察也來找我問過話 所以我是歌舞集定第一個指導廠死了的人 在團結起來的日本黑幫進行了各種這類的反擊後 歌舞集定裡的中國混混逐漸撤走 巴黎人事件也隨之告終 結果還是日本幫派的聲明 在歌舞集定 我經常會聽到各種日本人 被中國黑社會暗算的留言 但真實的情況是 大部分都是謠言 當時有一部分日本媒體為了製造噱頭 大肆渲染一些幹壞事的中國人 和中國黑社會多可怕 感覺好像是歌舞集定已經被中國黑社會控制了 這就太誇張了 實際上不管中國人在這裡增加了多少 有多少中國人走上犯罪道路 歌舞集定也依然還是日本人的天下 這一點無需置疑的 而這些犯罪的中國人 不過是近60萬在日華人中的一小撮 讓我感到憤怒的是 就因為這一小撮中國人使得日本的警察 和許多日本人都對在一會兒戴上的有色眼鏡 我正在高田拔廠的一棟公寓入口處 看到一張告示 上面印的 如果看到中國人 竟馬上打110報警 這不是什麽私人的願望 而是警察局的官方告示 不過在搞完世界發生後 我也開始產生一種生命受到危險的不安 因為我在歌舞集定已經太有名了 我擔心我遲早會被這些不講信義 裁迷信教的同胞們暗算 在這邊 被誰給整死了都有可能的 但我死了以後 只要有一根骨頭埋在歌舞集定 任何一棵樹底下 我想我也能好好的瞑目了 危險的地方 危險的地方 我希望能夠生長得更加成功 我以為普通的場合 更有趣 於是 每天在歌舞集定大街上的我 也不得不和日本警察打起了交道 話說回來 在歌舞集定裡實際上代償了 我認識了各種各樣的人 街頭小皮子 陪酒女 豐叔女 毒販子 牛腊漢 可以說都是一些 與普通市民相去甚遠的邊緣人群 均勵於這些特殊人群的上層人物 就是黑社會 而唯一能與他們對抗的勢力 也是這條街上生存的另外一群人 那就是警察 在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日本政府發起了一個打擊黑社會勢力的 清掃運動 警察和政府號召小業主們 拒絕向黑社會繳納報復會 便在各個警察署專門設立黑社會投訴部 一旦有店鋪和個人遭到黑社會的騷擾 經常便馬上出動 打壓黑社會的互動 由於歷史上殘留的原因 日本的黑社會組織 是不可能完全消亡的 但在政府的強壓之下 黑社會的行為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 他們開始將資金轉向正當行業 逐漸擺脫了暴力虛惡的形象 我開這個朱氏會社 目的就是要做一些正當的生意 用最低的朱軍經營一些娛樂場所 是有執照的 不是辦法 我在之前的節目說過 歌舞既定黑社會有形的衰弱 也是這個原因 今天日本的黑社會基本上已經不敢 對平民進行威脅了 而發生槍擊事件 也大多是幫派之間的爭鬥 說起來很好笑 起初我完全無法分清楚 各務既定的警察與黑社會的區別 特別是那些專門對付黑社會的便衣警察 他們的外表看上去比黑社會還要黑社會 很多人都選著黑社會常見的短平頭 而且每個人的眼神也跟黑社會的一樣 冷冷冰冰的 在歌舞既定的大街上 沒有黑社會坐後盾是無法生存 但同樣的 不和警察打交道 也同樣沒有出路 如果說有黑社會撐腰 是這條街上生存的最低保證的話 有一些警察朋友就等於有了穩固自己地位的殺手劍 關鍵的時候 警察比黑社會更能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可是和警察交往也必須掌握好分寸 太近了不行 會引起黑社會和周圍人的反感與懷疑 太遠了也不行 那也會成為警察們的眼中定 我作為一個外國人更是要加倍小心 否則就會造來意想不到的麻煩 其實呢 警察也在跟我講 你跟黑社會不要深入太緊 你搞得太那個時候 我妹也沒面子 我跟我的上司也不好交代 反過來 黑社會也會跟我講 哎呦 好像媒體報導你 說你跟警察關係搞得好 你搞那麼多 我的老大都知道了 以後不保護你了 把你踢開了都有的 所以兩方都有這樣的 那我回去會要想到 那我做到什麼樣的尺度 面對你我不太好講得那麼清楚 但我必須要去認真去對待去做的 要不然四五年不是那麼容易待下來 1989年的冬天 我第一次被警察盯上 那是一個五十歲左右 體格健壯的男人 他突然站在我面前 問我是不是中國人 他的表情很兇 我的第一直覺是 又忍上黑社會了 他確實就像那些受保護會的 黑社會一樣旁邊我 不管我怎樣保持笑容 態度恭敬 他的態度都非常的滿衡 聽到我工作 是帶外國遊客到店裡去 他晃了晃手指說 拿課的 還沒聽說過有中國人在這裡拿課呢 你們有那個吧 那個 指的就是在日本的居住卡 我知道他把我當成非法自留者了 我也是這時候才開始感到一樣 黑社會應該不會關心外國人的自留資格吧 知道他要求我跟他走一趟 便把我帶到了劇院廣場旁邊的派出所裡 我才恍然到原來他是個警察 我在日本遇到的警察大多都是這副德行 他們從不會先亮出自己的身份 態度傲慢而滿衡 也幾乎沒有人會說起自己的名字 最多只是亮下手裡的黑色警察證 然後想問什麼就問什麼 問完了便揚藏而去 得知我是語言學校的學生之後 這個警察又稀落落幾句 不過因為我不是非法自留的人 他很快就放我走了 那個時代 日本的警察都像他這樣 看見中國人就懷疑是犯罪分子 但是為了自己的安全 儘管不情願 我還是必須和這些討厭的日本警察們打假髮 所以我一有機會 就在警察面前撞出一副協力者的樣子來 這也算是被逼無奈而採取的一種 自我保護的生存方式吧 這裡我要為日本的黑社會說句好話 日本的黑社會成員 可以說是最不歧視外國人的一類人 只要利益相依致 他們才不管對方是中國人 韓國人還是伊朗人 誰的本事大 誰能夠使他們獲得利益 他們就會和誰合作 而且還有一個小知識 日本的黑社會組織當中 本來就有非常多的朝鮮人 和再日韓國人的婚姻 他們也不一樣 他們也不一樣 全都要吃掉 你不一樣 你也不一樣 你也不一樣 跟黑社會組織當中 和歌舞伎長的復興 比如說有一個事件 1992年9月一名警官 在旅行公務盤紮可疑人員時 被對方突然開槍打傷 雖然後來正式犯人不是大陸來的 而是台灣來的黑班成員 但這件事在新聞媒體的報導下 還是讓日本人社會震驚 而1994年的快活林事件 則導致了日本警察們 恨不得將全體中人 都當成他們懷疑和打擊的對象 正因如此 即使與日本警察有交往 我也會在心底對他們有些防備 我開始有選擇的和一些日本警察交往 他們當中與警視庭收招一課的刑警 有國警收招各個的刑警 還有專門對付黑社會勢力組織的刑警 另外我在管下購物基丁的新宿警察署 也有幾個署面孔 直到現在我的名片夾裡 總是塞著各路警察的名片 已被不思之詩 這些警察裡面 也一個讓我充滿了好感的人 就叫他松田警長吧 和松田警長的相似 原因是一場火災 那場發生在2001年9月1日 一番街明星56大樓裡火災 造成了44人死亡 而我當時就站在大街 目睹了這場殘局 這場大火事件 不僅直接導致了購物基丁 乃至磁彈去全國繁華街區的重大改革 還有那位疑點重重的嫌疑犯 不少信息自己沒有公開 可以說關於這場火災有很多秘密 是只有我李小木才知道的 這個說起來又有話長 所以我們把它留到下期節目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您喜歡本期節目 歡迎訂閱點讚和評論 我是李小木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囉